嗨 大家好 我是Erin 馬鼠 這次去小琉球三天兩夜總共住了兩間民宿 那這一集我們要先介紹第一天住的民宿是1302海景套房 1302海景度假民宿 它位於小琉球碼頭只要五分鐘的車程 然後旁邊還是知名的龍蝦洞經典 所以交通非常的方便 那這次很特別的是因為我們前幾個月發現它有一個新的海景VIP四人房 所以我們就是改到這一間 然後因為是新的嘛所以已經去感受非常的好就是星星的感覺 然後它的床有五星級的飯店的感覺很好順 再來的話就是它的陽台有獨立的游泳池 可以看到海邊就是無邊界的感覺非常的棒 那我之前有先寫一篇文章把它放來資訊南向房 如果你們覺得影片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都可以先看文章喔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現在就一起去看民宿吧 民宿是因為就是前妹妹她來過小琉球兩次 這是第三次然後這是她上次住的 所以我們這次就來 然後這次很特別的是它有多一個海景的VIP套房 所以我們這次就是來介紹海景的VIP套房 然後我們現在先進去室內給大家看一下 好 主婢 你是一鏡到底嗎 可是這樣我會很難見 沒錯一鏡到底 好 首先先看到室內 大家已經想說VIP海景套房在哪裡 那那個真的在介紹我們先介紹環境 我覺得環境就是它比之前的那個四人房還要大 然後有床褲然後還有小沙發 我記得之前我上網看它的那個四人房是比較就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然後現在是有這個 然後再來看廁所 廁所我覺得很厲害 就是也不是很厲害啊 就是之前廁所是 之前廁所比較舊一點 然後現在是新的這樣 有裝潢的感覺 然後它還有毛巾啊牙刷啊什麼都用的 然後我們現在看一下最重要的重頭戲戶外戶外 大家期待嗎 期待 那是游泳池 直接可以看到戶外一個 什麼無邊際的海邊 對然後我們剛剛已經有先放水了 然後無邊際的海邊 然後那邊的話就是剛剛那什麼岩的 龍蝦洞 那邊就是可以直接看到 對龍蝦洞可以直接看到 這邊有兩個館這個是海景館另外一個是景觀館 所以如果你們訂的話一定要記得訂海景館 對然後這邊的話我覺得它現在改造成這個超像地中海 你看有這個 而且你們覺得它超貼心的 它有那個熱水的鍵還有冰水 所以如果就是冬天來的話啊 或是秋天來你也不用怕冷 然後現在在後面 後面你有沒有看到有人嗎 剛剛其實我在講話的時候就一直有人 他們是超簡單 然後我們右邊的話就是著名的什麼 龍蝦洞 對龍蝦洞 其實從這邊就可以看到龍蝦洞 雖然看到一點點拍不到啦 所以我覺得這邊真的超像 很像地中海 國外的感覺 對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會在那邊泡澡 我們現在在吉祥燒烤吃到飽 因為廉價的小琉球實在太多人了 所以我們就是跟民宿的套餐 那我們現在吃晚餐一個人的話是350 就是燒烤無限吃到飽 哈囉 大家來燒烤就做戶外 因為室內的煙超大 然後這邊不會比 欸這邊比想像中涼一點 因為我之前就是去鴻湖吃燒烤超級熱 就狂流汗 然後這邊很涼爽 所以我覺得晚餐吃燒烤也非常OK 到了話吃飽也可以回來這邊游泳池 然後因為現在就是十月有點冷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水調成熱的 這樣比較舒服一點 現在好冷 所以要躲在水裡才不會冷 所以裡面是那個 漏水 早安 現在是六點二十分 然後是日出的時間 然後我們陽台它其實外面走出來就可以看到 日出我覺得非常的棒 不用去人擠人 像現在隔壁 因為我們隔壁就是知名的龍下洞幾點 已經非常多人在那邊排的 就是看日出了 然後我們這邊就不用人擠人 超級的棒 超級豐盛的早餐 而且老闆還特地買紅媽媽的給我們吃喔 好 1302海景度假民宿是非常的美呢 我在這邊也拍了一系列的美照 那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就是在民宿的美照的話 你可以看資訊欄下方的文章 或是看我的IG搜尋 馬數百小琉球 就可以看到更多民宿的照片喔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把我按讚 訂閱分享以及留言 那我們下支影片就會介紹第二天出的民宿囉 掰掰